哪裡有超級多 你應該是現在能買就買 然後到時候隔天拿去什麼都沒有 像是來到菜市場 噴品一罐25塊 婆婆媽媽照樣下手 十罐起跳 貨架上也是空的 店家來不及補貨 跟黃嫩保養品 裁妝品業者根本搶不到貨 之前在過年前買的時候 一瓶的話大概是10塊錢左右 那現在大概就是40塊以上 差很多耶 差很多 到它的原路去採一下 瓶瓶罐罐在存貨 民眾會擔心不是沒有原因 瓶瓶罐罐確實也是 肺炎疫情的受災戶 原物料有七成從大陸進口 但現在卡關進不來 就沒辦法製造 榜養品業者不是有產品 沒東西裝 就是瓶子交貨期延長半年以上 到時候的價格可能被迫寒漲 後年一放假結束之後 幾乎每個瓶瓶罐店都被搶光了 業者一些反應就是說 他們最近的一些量 他們有原料 但是沒有瓶罐可以裝 幾乎在瓶瓶罐這邊 都是依賴大陸這邊的 包裝後財通通涵漲 除了瓶罐漲到40塊一罐 紙箱紙盒也多了5到8%的費用 製作端面臨斷吹 疫情影響面子也難過 借助家從中一疊他又報道